今晚有全新的地獄集關卡 我們趕快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關卡資訊的部分吧 第一關是兩隻小怪 左邊是手消水火木combo同等盾 三回合之後就是扣血百分之百 右邊是越扣越強從25開始扣 第二關的話是會把你4顆福石加護 然後你要手消指定7康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這邊的話是越攻越強 初死攻擊大概在1萬7 第三關開始就比較討厭一點點了 進關他會先突擊你一次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隻的傷害是10萬多啊 維基百科是沒有寫他突擊多少啦 不過如果沒有特別寫的話 或許就是原攻擊10萬多突擊過來了 打你之後還會把4個位置燃燒 然後你要累積消到9顆香克屬性福石 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這邊如果沒有把他轉屬的話 就是要消9個水 第四關的話一樣是三隻小怪 中間是手殺然後水光進消 水光進消就連帶影響左右啦 因為左邊的話是要手消全水 右邊是要手消全光 那他們都是扣血百分之五十 如果有同伴死掉的話就會變成扣血百分百 第五關的話一樣是突擊 這邊也是沒有寫他突擊多少 如果沒有寫的話 有可能就是39000突擊過來 那稍微注意一下 敵技5593是什麼東西 他就是把你8個位置碎裂 這邊除了8個位置碎裂以外 你也要大於等於8康才有辦法造成傷害喔 最後王一又更討厭了 循環累積50顆香克服石 你如果沒有把他轉屬的話 這邊就是要消50顆光 而且他受傷還會反擊200% 除此之外還會電擊你3顆喔 這邊還有一個很麻煩的點就是他的攻擊是9萬6 所以等於說你沒有一次把他帶走的話 他還會反擊你大概接近20萬的傷害 要一次帶走真的太難了 你還要消到50顆光珠喔 二血的部分是靜觀CD2 他會吸收你的龍脈儀來增加自己的攻擊 初始攻擊大概在7萬6左右 那他是二階段的血 第一階段是灼熱地形1萬 這邊也沒有特別去寫幾個位置啦 二階段的話就是射擊你的符石 以上就是今晚的地獄集關卡資訊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我覺得好像有點難喔 大家對於這個關卡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